Hello,大家好,我是Guru 最近有很多的农科院和农业大学出了非常多的健康食品 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些健康食品的开箱和分享 但是今天的视频呢,我挑了9个最火的农科院的食品 想跟大家简单的测评和分享一下 这些食品是不是真的健康 性价比怎么样,以及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然后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作为一个东北人,先来介绍东北的食品吧 首先呢,是东北农业大学的252大豆和黑龙江农肯科学院的纪实玉米 大豆实在是一个太有我们东北代表性的产品了 这个252大豆是东北农业大学除了红肠和饺子之外最有名的产品了 其实从外观看,它跟普通的黄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所以说我拿它跟普通的大豆打豆浆来对比测评一下 它确实打出来的豆浆更加的细腻浓醇 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豆腥味 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非常讨厌豆腥味的 虽然说的售价比普通的大豆确实高那么一点点 不过它确实是一款非转基因的大豆 如果说你很介意自己吃转基因食品的话 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像今天介绍其他的一些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产品 都属于那种传统的农产品 它们跟普通农产品最大的差别呢 就在于它们通常都没有添加 没有农产 没有农药 非转基因啊等等 第二个也是超级强烈推荐你们买来试一试的 就是黑龙江农肯学院的即食玉米 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 香甜 粘糯 而且越嚼越香 跟我小时候吃的东北玉米 吃起来感觉非常非常的一致 而且我们整个办公室都集体的种草 它买回来之后是需要冷冻的 但是吃之前加热一下就可以 而且它最最厉害的是 种植它的土地是五年没有用过农药化肥的土地 所以说非常的干净 从价值的角度来看 核算下来每根大概是三块五毛钱左右 普通的即食玉米大概在三到六块钱不等 所以说这个价格其实也是非常合适的 这个是有白糯玉米和黄糯玉米两种 黄的干对来说比较的甜一些 然后白的更加的鲜香 更加的糯 然后我也很好奇大家喜欢更喜欢吃甜玉米 还是更喜欢吃糯玉米 然后喜欢吃甜玉米的可以打一 然后喜欢吃糯玉米的可以打二 这个真的除了它的包装非常朴实之外 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购买 实在是太好吃了 说完玉米 再来说另外一个根茎类的蔬菜 就是浙江农科院的天武山小红薯 这个小红薯在网上真的风平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吃起来算是一个迷你版的板栗红薯 皮很薄 然后纤维感很糯 吃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像吃红薯泥的感觉 不过它的甜度没有大家网上说的那么那么的甜 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挺喜欢的 不过它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红薯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我们再来说两个谷物 第一个呢是广东海洋大学研究出来的红米 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市装盐埋片 其实这个红米它的价格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尤其对于学生党来说 它的性价比没有那么的高 那吃起来的味道和糙米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它的糙米比按理来说它的一些矿物质和微量营养素 可能会比糙米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这个是我没有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买的 不过这个红米它最大的价值在于 它是在含盐量很高的盐碱地上种植生长出来的 这对于在咱们国家这种土地有限 然后需要去增加粮食产量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市装的盐埋片 我觉得这个太火了就不需要我再来介绍了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需要你自己去调味 如果说你不是很会做盐埋粥的话 有可能做出来的没有那么的好吃 然后再一个就可能是包装比较的朴素 不过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它分素绒和需要煮两种 这个可能是大家在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的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买需要煮的 因为它的素绒款的盐埋片非常非常的碎 这种很碎的盐埋片它的膳食纤维保留可能没有那么的完全 说到这么多健康的来插播一个不健康的 就是湖南农业大学出的辣条 叫做翻天娃辣条 这个价格比我们国民辣条品牌威龙的还要更便宜 而且它的那个辣条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 全工作室都说非常好吃 而且据说这个是全湖南最好吃的辣条 我觉得可能也算是我吃过比较比较好吃的辣条 但是我其实特别好奇它不同的形态 吃起来的口感或者是味道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这个我其实还挺好奇的 如果说有懂的小伙伴可以在当幕或者是留言里面告诉我 说这么多吃的再来介绍一个饮料 就是广东农特院的桑胜汁 一提到富含看的话 我们可能更多会想到蓝莓草莓等等 但像桑胜枸杞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中国的 热量很低同时非常富含抗氧化剂的水果 这一瓶号称富含50颗桑胜 所以说它真的是非常浓缩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完全没有加糖 但是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 你不会有那种就是家里现榨果汁的那种酸色感 整个口感和味道来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6瓶是159左右 虽然说价格很贵 不过我认为这个价格和品质是相当的 我其实还挺想这个过年的时候买一箱回去给家里老人喝 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健康的饮料的选择 接下来说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南京农业大学的烧鸡 我自己其实还挺喜欢吃烧鸡的 尤其是我回我东北父母家的时候 我父母经常给我买烧鸡来吃 而且烧鸡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蛋白质的选择 因为它的做法让它整体的脂肪含量很低 而且味道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不过南京大学的烧鸡怎么说呢 我没有觉得非常的惊艳 而且这个价格其实相对其他的烧鸡也还是挺贵的 不过它优秀在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它里面还有的一些配料表都是非常家庭化的配料表 不过里面确实也有添加白砂糖来调味 但是我认为它添加的量应该不是很多 它整体吃起来肉质确实非常的酥烂 只是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经验 我可能不会特意的去下次再去购买它 最后一个也是我这次测评非常非常喜欢 同时我认为很值得购买的几个产品 就是新疆农科院出的黑麦片 麦胚片以及鹦嘴豆粉 其实网上对这三个产品的褒贬不一 因为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东西买回去应该如何去吃 我这里面最喜欢的是麦胚片 我直接拿它空口吃就觉得实在是太香太好吃了 然后我觉得它在你做完燕麦粥的时候上面撒一点点 会增加很多很香脆的口感 它吃起来很像那种炸的玉米脆片 然后我觉得整体味道也很好 然后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另外第二个我很喜欢的就是鹰嘴豆粉 它打开闻起来就是板栗的味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拿那种煮熟的新鲜板栗磨成粉 然后我觉得闻起来就跟鹰嘴豆粉是一模一样的 它推荐是直接拿水或者是拿牛奶去冲调 但是我觉得这种其实可能喝起来没有那么的好喝 我倒觉得大家可以做燕麦粥的时候在里面加一点点去增加蛋白质 或者是做果析的时候在里面稍微加一点点 我觉得都会让它整个的果析或者燕麦粥更加的香醇更加的好喝 直接喝会我会觉得味道稍微有一点点单调 在这几个产品里面黑麦片是我觉得会相对来说弱一点点的 它其实跟普通的麦片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就是口感吃起来会更偏硬一点点 这个我认为其实大家只要买普通的烟麦片就可以了 其实不用非得去买这个黑麦片 然后这个就是这期的测评了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然后不知道这期测评里面你最想要去尝试哪个产品 或者是你对哪个产品你买完之后你不喜欢呢 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吃的都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面告诉我 然后我是咕噜 我会在这分享更多的减脂食谱和一些健身干货 让大家记得点赞分享和投币爱你们